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说我暗地里派人 以前港英政府也好 甚至乎特区政府也好 去找那些所谓的KOL TVB有线新闻报 来搞中国组 不许多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我们普遍的灌动 那些是我们普遍的灌动 即是即时有效果那些便要 hormones 否则要 Politik要心 fácil说 接着那些民间组织 Ngo 現在很簡單,我連有些NGO真的不適合政治 但是我們市民看上去說這個綠色和平 他又說我個人資助,又誰又說受過這個 什麼民主基金,一年來一十多晚 又說他,這些都不是那麼容易 都可能要用很長的時間才慢慢,都要回到信心 如果現在這樣,說真的,你不單止經濟不會好,好不回 沒有信心,還會繼續跌 真的到時,我昨天所說,你這樣推出居屋的話 你是不是要跌到六千元尺呢? 跌到六千元尺就好,跟大陸接軌,香港好像說 香港有得玩,香港怎麽玩呢? 現在還供樓,二萬元尺那些怎麽呢? 他就是負資產,沒有人要包餐,可以 那他供不起,或者是人心,我丟你的那些 喂,我的房子現在值六百萬,我欠銀行千七萬 你供不供,我供不供,破產啊 那怎麽呢?銀行吃嗎?銀行吃下去嗎? 銀行有沒有那麽多錢呢? 其實是左支右撮,就算你真的可以去到深圳那樣 是吧?租層樓五、六千元那樣 是不是有得玩呢?那你有賺錢的本錢才可以的 講到尾 你香港明明有大把本錢 本來,現在屌你那麽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又在空喊搞那樣,搞那樣,努力啊,怎樣啊,怎樣啊 喂,之前又說由自入興,立了二十三條,都沒了 屌你那麽現在又說要改革 那搞到什麽時候啊? 喂,你問一下外面的女友 不用等過年了,過到聖誕又會撿一大堆 你以為我真是不... 都不知道搞什麽 好了,今天呢 記協主席鄭家瑜發文 在記者之聲上發文 他重提這個月 建協有些主席執委,甚至乎有些獨立記者 受到滋擾 他說自從他們公開那件事 報警 和警務處長 保安局副局長 甚至乎特首都開過一箱 他們開一箱就說 你們又有什麽事報警 之後呢 暫時他們收回消息回來 就好像沒有了滋擾 那我就不覺得 你問我 我就不覺得是真的政府說他那些人做 但是呢 根據鄭家瑜說 警方已經接觸了其中當中兩個 報警的人 但還有其他就未接觸的 我希望警方呢 香港警方我真的很忠心 希望你們呢 認認真真 真的要抓到人呢 他就說呢 這些事就差很遠了 這些事就幫到香港經濟了 上個禮拜 開記招以後才接觸兩個 兩個 只是我那些未接觸 好像前個禮拜 又不是上個禮拜 OK 另外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首先講得對比 我真的沒有什麽特別的 我們做快些 流馬車涉嫌襲擊兩個男人 和非禮三條女 那些非禮我不再講了 當然嚴重 但是是否在非禮個案裏最嚴重呢 不算 而且我們大家都知道 流馬車其實她的而且確有些問題 但她判了八個月 OK 另外Lunch God Lunch God OK 她在一個死因庭的外面 和另外一個退休的女保安 在2020年即是四年前 就罵一單死因言訊的證人 在法庭外面 罵一個死因庭的證人 言訊的證人 那個證人呢 如果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應該是陳母 陳媽媽 彥琳的媽媽 OK 他們那個 合不合理 或者那些老母 是否什麽一件事 是另一回事 OK 當年現在被告藐視法庭 在法庭外面罵人 是否沒有示法庭 我想都可以 因為法庭範圍 好了 罵人 判了三個月 但是 打架 或者打人 又非禮 什麼女生 搖旷那些 交換了八個月 好了 這單 所有事情是對比的 我又不覺得 法官又沒有想這些事情 但是我看起來 因為是同一日的新聞 我就覺得很奇怪 香港成大一個内地的南薄事生 今年六月,在校園裏面,向一個陌生的女孩去不認識的,淋水,而水裏面有些精, 早前承認非禮罪,記住,那個人去的,不是淋水,破壞那天是非禮罪, 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罰款五千元, 你記住,我不要理會那件案件有沒有接觸到他的身體, 是非禮罪,現在在告非禮罪,你問我,非禮罪,和妙視法庭, 那妙視法庭,每一天,人家不可以抽空和妙視法庭這四個字, 或者非禮這次,我們先看一看一件事,原來法庭外面吊七個證人, 是非禮罪三個月,非禮罪水裏面有些精, 下個女孩罪五千元,神經病,那法官又不是同一個法官, 但是,我們市民看下去,有沒有這麼奇怪呢? 不用坐非禮,神經病,我說真的,不要說罪女五千元, 說,我們開始上過宇宇宇宇宇宇宙, 我罰你兩年,換刑,例如換刑,一年內你不犯不用坐,你都像樣子 法官你實在女兒被人罰五千元? 被人撥蒸,可以嗎? 老實說,有時你淋水,不要說有蒸,淋水,落人家倒,都是襲擊,有時都要坐兩個星期 你明白嗎?你很想來,案發今年6月6日,這個廿落宋的被告叫來常偉 這個人姓來,常偉,很想偉大,來常偉 報稱是深圳署,還在深圳署,在城大尾除一個不相識的女子,X,一起坐電梯 他一隻手拿著手提電話,另一隻手拿著一瓶裝有不明液體的試管 試管,Test tube,OK? X期後感覺到背部和臀部,怎麼會濕濕的? 他又洗手間發現,衣服被不明液體淺倒,報警求助 老實說,因為是不明液體淺倒,他通而明,因為是精來的 如果是喝水,他就真的未被報警 為什麼呢?各位網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水裏面打過飛機 或者大家可以想像到,因為我之前有講過的 精液在水裏面,為什麼會變成一塊塊浮,搞不暈的? 那時候我亦有個網友在港大做的,就是在LAP裏面做的 解釋給我聽,其實你要打均勻它是可以的,不是不行 但是你可能要跟我買個寶寶茶,或者鐵皮曬盒 因為我有一個攪拌過夜,你用很高速,把精液打散去 簡單來說,我們不要講成份了,你把雞蛋的蛋白 倒進水裏面打均勻它,其實都很難的,它自然的蛋白還蛋白 這樣,你真的要打均勻它,可能真的要用一個好人 有時候發到尾,總有一些不是很均勻的,好像我少少喝的那一杯 因為我心急,他叫我發四十秒就怎樣,十多秒就怎樣 喝到尾,你會發覺一些粒粒的,其實我這幾天真的很自卑 為什麼我貨場很難,什麼叫貨場很難,因為很多貨賣了我沒有補貨 為什麼沒有補貨呢?其實不是我不補貨 是因為我知道那些貨可能明天到或下星期到 我免得撿住,因為以前我很執著照撿 可能撿四個小時就為了你們看起來站立一點 但我有很多忙,第二,我再撿完,其實明天又來貨 所以現在有很多客人在走,我很自卑等 我很怕他們以為你那天說得這麼厲害,原來這麼厲害 當然,這是我擔心,其實別人不會很覺得 別人看下去,說好多東西,但我就不行 那女孩為什麼會發覺不明明看呢?為什麼呢? 那,他的test tube,不太大瓶,有些精,有些水 這些精是不能濃於水的嘛 那她的男人,我兩個人加熱電話 撥下去,老實說,她要加水撥容易撥些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不加水,如果那張test tube 只要投射在裡面,你很難被拋出來 可能會被拋在test tube的頭上,有幾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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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水 是會發覺,水的就塞在她的褲子 或者裙子,但那些精就會黏著,讓大家明明一樣 哇!有根明物體啊! 如果不是,他不會去報警的 報警,反而有聽 警方在案發後五天,被抓了被告 在辦公室和實驗室裡面也找到了 有一支含有被告精液的試管和吸管 那他可能同時打飛機呢 都打下去了 但吸管,我告訴你怎樣呢? 很難的,像你說的 在框頭上吸嗎? 當然不會,這樣也不會 那些精密射到來 接著找吸管,吸進去,放進測試器裡 為什麼要拿到吸管呢? 當然是看到吸管的嘴巴 如果不是,很難的 測試器很小,當然有些大的 但一般來說很小 你有沒有拿到測試器 這樣射下去 應該是很開放的,周圍射 射完後,找到吸管,吸進去 不過吸管的嘴巴很差 吸不到你,要吸一吸 給它一些扯 像他們做那些 我試過很多次,那些魚缸 用來沒有吸管 吸一吸不到,就吸一吸 怎樣?吸一吸就來 原來他已經到了 攻撩不撐了 怎麼樣? 好 案件原定在今個月的9日判刑 當時警方去講話 找到精液使管和吸管 被改警戒下說,我不小心將有精液的水潑到女士的背上,不小心,只是動機都奇怪了,一個正常的人怎會插著使館裏面有精液 刁死博士生,招數 吵你了,含家產,來香港那些事做 香港讀書都最住深圳,香港都不周 吵你了,住深圳很方便,走去吵你,黃貝嶺那些五周的東西都是雞屌 很多人又在那裡冷淨,我不可以做對不起什麼人的事,但自己性變態,讀書都瘋了 所以讀得多書就是吵家產,無端端錯了,吵你了,我不禁叫,吵你了,把原章啤酒 昨天我的客人在那裡喝啤酒,吵你了,在那裡買東西,吵你了,買了幾萬人,吵你了,無端端 吵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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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這個原章啤酒真好喝,九個九元 買六支好像圍到四九九六支,差不多八幾元,吵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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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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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真的,你拿著這個東西,在那裡走,人家都覺得,咦,有完章啤酒而已 你不想拿著這個渾酒,你不小心,吵你了,你不小心,吵你了,這個瓶也好用 這個瓶也好用,這個瓶,在那裡加些海綿,在那裡加些海綿,在那裡加些海綿 那些變態佬就可以玩了,吵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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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老實說,一個年輕人,他在性壓抑壓之下,做出這些行為,當然要受到懲罰,我亦不是因為他是否在大陸,但問題是為何非禮五千元,法官說我要把這個寬容對年輕人沒有問題, 譬如報告正面的話,那為何吵架下人在法庭外面,要坐三個月監,是白手來的,沒有案底的,我不要再說那些會出來,甚至沒有絕對的證據,只不過是他穿著那些衣服,或者戴著一條索帶,你就覺得他參與暴動紀念, 為何不允許寬容,還給下去呢,而且這件事真是非禮,如果是香港的學生,永遠沒有答案,我回答不了,是一個香港的大學生, 現在我們在罵他,有時我都會這樣問,譬如我有一個年輕人子侄,他每樣表現,平時內向都是好的,但竟然他們突然很兇,他犯了這件事, 我都不會一時想吐死他,都希望他會有改過,或者一時, 世實出來,等恩徒帶你去叫一隻雞,老實說,叫一隻雞,一隻不夠叫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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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隻,你就淡了,這些是平常的, 但是,這些是罰五千元,連花垃圾也三千元,什麼有些六千元,現在嘗試在樓下,我樓下的,把東西放出來, 押了一條位,六千元,還要扣分,連花垃圾也三千元,這麼便宜,這麼少,OK? 真的不想公佈,休息一會兒。 ……